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装直升机 这是专为单一用途所设计的长弓阿帕奇 找出敌军并加以歼灭是它的目标 它号称坦克杀手 也是全世界速度最快 行迹最隐秘的攻击直升机 它是美国陆军主力武装直升机 现已被世界上13个国家和地区使用 阿帕奇以其卓越的性能 优异的实战表现 自诞生之日起 一直位列世界武装攻击直升机综合排行榜第一名 建造这种世界顶尖战备需要一流的制造工厂 这里是位于亚利桑那州美沙的波音阿帕奇工厂 制作20万平方米的研究与制造生产中心 相当于7个城市街区的面积 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太阳谷有着宽广的开放空间 一年到头都是飞行的好天气 整个工厂严格保密 美沙工厂一年要生产40架阿帕奇直升机 这种高科技直升机目前有数千架在世界各地作战 每一架都是在这座工厂制造 并且完全手工打造 这里不用机器人装配 巴敦众的阿帕奇有着很多零件 所有零件都是工人用工具徒手装配而成 要组装阿帕奇直升机的160名员工必须客进职守 因为直接关乎着飞行员的生命安全 阿帕奇是一架攻击直升机 它要做到其他直升机做不到的事 要耐得助敌军地面炮火的攻击 速度要足够的快才能发动闪电攻击 动作要足够敏捷才能完美地逃离险境 还要像刺客一样隐秘 配备致命火力和尖灯科技 完美的制造过程从这些空骨架开始 每个月会送来多达六副骨架 首先它需要有两具强力的引擎 共3600马力 其次是地狱火导弹 它能从8公里外穿透5厘米厚的装甲 以及强大的炼炮和超敏感的瞄准系统 最后还有高科技的雷达系统 等到出厂的时候整架阿帕奇将超过8吨重 阿帕奇在工厂里一共要通过15个站点 历时三个月的组装时间 美军对阿帕奇这种攻击直升机的需求 可回溯到20世纪70年代 这是对当时直升机缺点的反应 休伊直升机是一架人员运输机 而且只能在白天飞行 很容易成为地面炮火的目标 从1959年到1975年 有5000多架休伊直升机在战争期间遭到击落 直到战争结束后美国意识到需要改良全新的直升机 那就是造一架攻击直升机 专为武装武器而设计 可以在夜晚飞行搞突然袭击 不畏惧恶劣的天气条件 还要耐得住敌人的炮火打击 要制造出这么完美的直升机 是波音工厂要面临的挑战 在全球最牛批的武装直升机阿帕奇的制造工厂里 首先就是帮阿帕奇装上坚固的外壳 装甲是这种低空飞行攻击直升机的必备条件 所以在工厂的前五站里都是装甲零件的装配 安装阿帕奇的高科技装甲始于非常低科技的过程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打螺丝 数以千计的锚钉结合着阿帕奇的各部分金属外壳 锚钉用得越多机身就越强韧 这些打螺丝的每天的工作时间高达八九个小时 但是他们认为辛苦是值得的 外壳是以轻量的铝板组成的 这样能使阿帕奇飞得更快 操控起来也更加的容易 接下来要准备附上装甲了 为了尽量让阿帕奇完全防弹 工作人员要加强直升机的外壳 特别是燃料箱部分的外壳尤其重要 只要这个部分中弹 整架阿帕奇直升机就会在空中起火 但是工厂研制出保护阿帕奇及其飞行员的好办法 在阿帕奇装配线的第六站 工人在机身内部涂上三层防弹 和隔绝其他投射物的保护层 这个看似包装盒的东西其实是一种特制的材料 名为防弹泡沫塑料 它能很好的吸收来自飞机外部撞击而来的能量 下一层防护是在这种防弹泡沫塑料外涂上特制的树枝 这种树枝填充物能在阿帕奇的油箱受到撞击时 隔绝可能助长火势的气囊 然后趁着树枝还没有干燥 工人再给其附上最后一层防弹材料 这就是比钢铁还坚韧五倍的人造纤维凯夫拉 它也是用来制造防弹对心的材料 用在阿帕奇上面它就是燃料箱的装甲 加装它是一件费力耗时的事 并且化学物质的气味呛敌 这样三层防护包裹着阿帕奇的整个肌肤 这层装甲非常厚实 它完全就是飞行员的盾牌 但即使有了这些保护 阿帕奇还是会有弱点 其中两个主要的燃料箱装满375加能的高芯烂值燃料 只要被炮弹打穿装甲机身 阿帕奇就有可能起火燃烧 因此它还有另一道安全措施 确保在中弹时避免燃料箱爆炸 那就是用来制造燃料箱的橡胶 还有一种特殊的自动封闭剂 当它被30毫米口径子弹击中后 也能自动愈合 接下来工人将大燃料箱塞进一个小空间里 首先撒下滑石粉 然后将燃料箱捆扎结实放进去 在燃料箱的上方正在安装飞行员的保护措施 他们试图将驾驶舱打造成一个固若金汤的简 就连座椅也有层层保护 全是凯夫拉材料制造 不管从任何角度都能防弹 驾驶舱的玻璃也是防弹玻璃 驾驶舱可耐受23毫米口径枪炮的直接攻击 即使阿帕奇受创严重 飞行员不得不迅速逃生的情况下 爆破所能引爆小型炸药装置 从而炸开侧面的窗户便与飞行员跳伞求生 这些功能也都是经过实战检验过的 阿帕奇从1983年开始生产 初次实战测试还是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 回到工厂 每架阿帕奇在各个站点都要待上三天时间 这里被称之为卖动式装配线 意味着每移动一架直升机 其他直升机都要同时以往下一站 不过直升机的移动全靠人力推进 在阿帕奇的防护装甲安装完成后 就要提升它的另一项耀眼的性能了 阿帕奇估计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直升机了 在面对敌军炮火的同时迅速出入战场 它能在4.6秒内从时速0加速到100公里 可以说比保时捷跑车还要快 但是阿帕奇的重量达到8吨 所以它需要更加强力的引擎 位于美沙的波音阿帕奇工厂第十站 这具引擎超过1800马力 几乎和一辆柴油火车头的引擎无异 这是耐操耐磨的涡轮轴引擎 常用于坦克、火车、轮船和黑音直升机上面 这个基本引擎是通用电器公司生产制造 但是波音工作人员要加装燃料管和外部接线等零件 接着由吊臂吊起200公斤重的引擎就位 安装过程很简单 引擎和机身只有三个接合点 这样确保在战场上只需要30分钟就能更换引擎 一架阿帕奇有两具引擎 驱动它达到最高时速320公里 两具引擎分别位于机身的两侧 其中一具引擎则是备用品 只有在另一具引擎损坏时才会派上用场 即使它的引擎被击中仍然还能继续飞行40分钟 但是如此强力的引擎也让飞机变得很热 这样就成为敌军旋热导弹的火把子 于是技术人员想出了解决办法 这是一套使用特殊设计的抑制系统 其细节部分是军事机密 反正就是能让引擎排出的热气 混合阿帕奇周围流动的冷空气 它能让排气管周围9米内的热度和吹风机差不多 这样就让热导弹不易追踪 同时若发生一具引擎着火 百叶片会自动关闭 阻隔空气流入达到灭火的功能 建造一架阿帕奇需要很多零件 工厂的配送中心储存着数百万的零件 但是这里却只有少数工人 他们负责24小时分类 电脑系统从数万箱零件里挑选所需 再由工作人员配送到各个工作站 在将近25天的时间内 阿帕奇已经来到第十站 工作人员安装了动力组件与防护措施 但是攻击直升机的首要任务是攻击性 所以接下来就是加装武器系统的时刻 阿帕奇主要有三套武器系统 其中包括地域火导弹 它能从8公里外穿透5厘米厚的装甲 还有可各自发射19枚火箭弹的海神火箭 当飞行员要瞄准更近的目标时 就使用机炮 这是30毫米的链炮 射程可达1.6公里远 机关枪能发射1200发子弹 发射速度为每分钟600发 连接好后的链炮不管飞行员看向哪里 机关枪的枪管都会跟着移动 至此阿帕奇已经有了装甲 引擎和武器 接下来要加装的是尖端科技系统组件 当海湾战争结束后 美军发现阿帕奇有落伍的危机 当时它缺乏与地面部队分享信息的 现代化电脑系统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 他们开始改造这套高科技系统 首先淘汰了1200的开关 以表盘和操纵感 取而代之的是完全数字化的驾驶舱 以及配备超强功能的新电脑 还有瞄准 雷达和夜试用荧幕 这些高科技装备的配线很多 因此工人首先安装收纳配线的航电舱 整架阿帕奇的配线长度达到13公里 相当于43座爱菲尔铁塔所用的线路总和 工作人员一边接线一边查探说明 这里不能出现一根线路错误 阿帕奇直升机上有1500个接合点 每一条线路都要经过测试有无故障 完成配线的连接需要4个小时 但是测试配线只需要25分钟 所有配线通过测试之后 接下来它就要成为地面部队的空中监视器了 工人正在安装全球最强大武装直升机的基比 基比炮塔的瞄准系统配备了影像摄影机 望远镜和夜视感应器 以及功能强大的雷达系统安装在主旋翼上 首先工作人员需要在两侧的航电舱各安装三部电脑 他们用来处理驾驶舱内屏幕上的所有资料 接下来再在驾驶舱内安装电子显示器 最后在掉臂的协助下安装好基比 阿帕奇是用基比来探路 内含高性能的瞄准系统 可让飞行员的视线往前扩展到20公里以上 整座炮塔能向两侧旋转120度 上层炮塔有摄影机和望远镜供炮手白天使用 但是在底部安装有夜视感应器 这可以让阿帕奇在漆黑的夜晚搜寻和攻击敌军 就像白天一样简单 飞行员利用摄影机和感应器从内部的屏幕中看到影像 并从目镜中获得飞行环境热影像 飞行速度、高度、方位以及目标位置 最新型号的阿帕奇还有一种功能更强的工具 那就是长弓雷达在战场上空 这种雷达可扫描空中360度范围内的物体 以及地面270度范围内的物体 长弓雷达可分析接近的物体是坦克、卡车或者飞机 甚至能分辨是敌视油 只要比对雷达信息和资料即可 由于这个半球体位于阿帕奇的基顶 因此它可以隐藏机身不被发现的同时还能扫视周围的情况 然后四级发射导弹并迅速撤离而不被敌人发现 回到美沙的波音阿帕奇工厂 在装配线的第十站 工人用10吨重的吊臂将尾翼抬到规定位置 没有了尾旋翼 直升机就会原地打转 尾旋翼是反作用力 飞行员通过增减尾旋翼的动力来操控直升机 但是旋翼的声音太大了 这样就有可能远远的暴露目标 解决办法就是给阿帕奇安装十字形交叉的双旋翼 旋翼的倾斜角度不同 好让每根旋翼的噪音互相抵消 这样一来两个旋翼就比一个更安静了 接下来阿帕奇需要准备加装升空的最后一个零件 就是这个主旋翼 主旋翼的蒋翼旋转能让阿帕奇在空中停留 它的重量有280公斤 要想承载巨大的重量必须要足够坚硬 还必须承受各种特技动作带来的承压 于是他们采用固定式维旋转轴轮毂 工人将旋翼装在轮毂上 并用四个V型支架固定在直升机上 只要四根螺丝就能完成轮毂和旋翼的固定 驱动旋翼的主动轴穿过轮毂 所以吸收飞行动作产生的震动 轮毂让阿帕奇可以俯冲 翻滚或急转弯也不会产生危险 这些操控性能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场上得以验证 并且做到了不用燃油仍然可以飞行40分钟 回到工厂 最后工人还需要为阿帕奇加装升空的最后一个零件 这是价值超过6万美元的旋翼 每片旋翼的长度达到了6米 在飞行当中 阿帕奇的旋翼转速是每分钟1200转以上 提供所需的生力 攻击直升机的旋翼要足够耐用才能承受炮火的攻击 制造它的材料是钛金属 前原则是不锈钢材质 钛金属比钢铁还坚硬 但是重量只有钢的一半 并且不会腐蚀生锈 它能承受极端的冷和热 可以承受一次又一次的撞击也不会裂开 子弹可以直接穿透叶片 但是不影响阿帕奇的正常飞行 30分钟后旋翼安装完成 接下来阿帕奇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测试才能交付 工人检查零件有没有瑕疵 飞行员和技工还要平衡旋翼 确定旋转起来完全正常 接下来让引擎全速旋转 测试内部的所有系统运转 接下来波音的试飞员开始升空测试 包括垂直起降 侧面飞行 倒退飞行以及空中盘旋 一旦通过盘旋测试之后 就开始准备正式飞空 接下来就是挑战极限加速功能 好了 这就是三个月时间组装的世界最先进攻击直升机 长弓阿帕奇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直升飞机 米26重型直升机 它能够吊起一辆重达10吨的主战坦克 对于大型货车以及大型建筑物更是不在话下 更恐怖的是它可以轻松吊起一架大型飞机 足以可见它的载重能力是非常惊人的 它就是由俄罗斯米尔莫斯科直升机工厂设计 和制造的双引擎重型运输直升机 米26直升机作为俄罗斯的空中利器 到目前为止 竟然还领先其他国家 接近50年 今天就一起来探索 这架全球最大的直升机是如何建造的 米26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重型直升机 驾驶它需要5名机组人员 它的最大载重量为20吨 机身长40米 螺旋桨直径更是超过32米 最高时速300公里每小时 最大上升高度6500米 首先我们来到米26直升机的蒙皮外壳电镀生产车间 虽然米26是全球最大的直升机 但是它的生产也是从一块块小型的板材开始 米26的外壳采用轻量级的铝合金材料制成 经电镀工艺的阳极氧化处理后 表面就会形成一层浅灰色的氧化膜 这样制造出来的外壳会变得更耐用 防腐蚀更牢固 同时还必须保证氧化膜均匀地覆盖在金属表面 整个电镀池中流动的液体是硫酸 阳极氧化的过程就是将铝合金材料放到硫酸池中 当强大的电流经过铝合金材料时 会与硫酸发生化学反应 并在金属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 只有经过氧基氧化的铝合金蒙皮板材 才会送往直升机机身的制造车间 工人将它们裁剪成不同的尺寸大小 然后一块块拼接到直升机框架的外面 并使用成千上万颗锚钉和螺栓 将蒙皮与骨架牢牢地固定在一起 锚钉在米26重型直升机上面使用非常广泛 光一架直升机就需要超过5万颗锚钉 足以可见锚钉对于飞机的制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今俄罗斯生产这架重型直升机的工厂 它最开始是由前苏联米里设计局设计并制造 当初在设计与制造它的时候 就引入了最为关键的新型材料 重量轻材质坚硬是最基本的要求 能制造出复杂的几何形状才是最关键的 对于精密度必须达到威尼级 因此米26住建机床使用的是日本山崎马扎克公司生产的车床 当复杂的几何形状生产完成后 需使用精密的测量机对尺寸进行精准的测量 测量机的侧头有一颗人造红宝石 通过光的折射原理将测量的精确度控制在3维米的范围内 回到米26的机身制造车间 整个建造过程就像玩积木一样 将制造好的零件一块块的拼接在一起 组装成成品组件 当机身组装完成后 工程师就会将机头与机身连接到一起 整个连接过程中 使用钛合金螺栓和锚钉 将所有部件牢牢地固定在一起 机身采用质地坚硬的轻量级铝合金材料制成 因此整架直升机的重量只有29吨 可携带大约10吨的燃料 对于如此庞大且重量非常重的直升机 它的动力装置也必须非常地强大才行 波轮轴发动机由乌克兰扎波罗日机器制造设计局研发并制造 每台发动机的马力高达11.5万匹 每架米26直升机需要安装两台 当然它的螺旋桨设计同样非常地复杂 每架直升机需要8片蒋翼 每片蒋翼的长度超过15米 蒋翼的制造采用轻量级的复合材料制成 这种复合材料比金属材料更可靠 它具有很强的耐辅实性 强度更硬 重量更轻 抗压力强 可塑造性高等优点 每片蒋翼的核心柱由钛合金材料制成 这种钛合金材料具有非常强的硬度 是目前飞机上面使用硬度最强的材料 如飞机的起落架就是采用这种材料制成的 并且每片蒋翼的核心柱需经过金石机研磨 这样的研磨可是表面没有裂缝 在制造工厂的另一边 这里就是蒋翼复合材料的制造过程 蒋翼的羽翼由蜂窝状的复合材料填充而成 这种复合材料的制作过程非常复杂 首先工程师会在犹如纸片的复合材料表面 涂抹一层还氧树枝 然后将它们一块块放进特制的烤箱中 经过高温烘烤硬化之后 就会对硬化后的复合材料表面进行打磨抛光 然后一块块拼装到蒋翼核心柱周围 每片蒋翼的制造只需要26块这样的复合材料 这样一来重量就非常轻 作为全球最大的直升机生产工厂 工厂占地30万平方米 人工超过3200人 现在米26直升机的机身已经制作完成 接下来将完成与直升机机头的组合 整个组合过程还是非常的简单 当精准对齐安装位置后 使用成千上万颗螺栓与锚钉将其牢牢地固定住 然后安装带有螺旋桨的引擎盖 以及引擎盖下面的两台涡轮轴发动机 最后将所有控制电缆 以及数以万计的信号传输介质连接到仪表台上 当这些电缆成功汇集到仪表台上面后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微调过程 电子工程师必须保证 所有的控制电缆信号 可以完美地接收与传输 这不仅需要工程师有极强的天赋和直觉 还要能够对电子设备的敏感 做出正确的判断 数公里的电缆 犹如巨大的神经系统 复杂的仪表台控制系统 以及成千上万的半导体电子设备 任何一个细微错误未被检测到 都有可能造成直升机致命的后果 整架里26直升机机头的黑色部件 也是唯一一块 为使用氢量级铝合金材料的部件 它里面装有气象雷达发射天线 外面的格子叫雷达罩 整个雷达覆盖范围超过300公里 雷达罩表面采用的是黑颜色 这是为了防止表面反光干扰驾驶人的操控 当所有安装与调试完成后 到此一架完整的米26直升机就算诞生了 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复杂测试 测试直升机性能在真实环境中是否存有问题 在测试之前 测试员会在直升机机身里面 放置四坨重达2.5吨的体块 然后启动直升机升空 进行各种复杂的操控模式 如360度旋转、前进、后退、尾随飞行以及低空飞行等 经过测试没有问题的米26重型直升机 才可以交付给它的新主人 在测试之前 尾随飞行等 温暖试自身的推进 温暖试自身的推进 是1月3号的 炎兽快较起来 在 iki代白的灯台里面 他这个电视线 电视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以上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直升机米26的生产过程 这是一架大名鼎鼎的黑鹰直升机 这架传奇的黑鹰带给人们印象更多的却是强大的通用性能 同时黑鹰直升机还衍生出了许多型号和版本 彰显了其近乎完美的通用性 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运输直升机夜音 美国空军特种直升机普鲁英 澳大利亚武装直升机战斗英 以及美国海军反潜直升机海鹰等等 UH-60通用直升机由美国希克斯基公司 在20世纪70年代为美国陆军研制 除美国之外还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购买了希克斯基黑鹰 它以其至今4500多架的生产量成为世界上生产数量最多的直升机 更加证明了其设计的优异性 其座舱编制为三人 包括两名飞行员和一名飞行工程师都配备有防弹座椅 一般情况下黑鹰可装载11名士兵 紧急状况可装20名 黑鹰机身两侧有向后滑动的舱门 上面装有两扇弦窗 机肤吊锁挂钩可吊起4080千克的货物 比如一门105毫米火炮或是一辆焊码 滑动舱门前方机枪手窗口的外部支架上 可以各安装一挺机枪 避免了占用舱门区域 最初黑鹰安装的是M60D 7.62毫米机枪 后来也可安装火力更猛的通用电器M134 7.62毫米6管加特林迷你炮击枪 2011年阿富汗战场 位于最危险的库纳尔省的瓦塔普谷 美军医疗队准备好两架黑鹰直升机用于战场伤员空运 黑鹰是一架完美实行医疗任务的直升机 内部可以安装六个伤员单架 两名随机人员和救生设备 所有这些全在这个不到食品里的狭小空间里 但是即使空间受限 也能提供和急诊室差不多的紧急护理 执行医疗后运的黑鹰可以拯救生命 但是首先他们要前往战区接收伤员 在瓦塔普谷 两架黑鹰正朝着受伤者飞驰而去 伤员留在战场越久就越有生命危险 但是很快其中第一架黑鹰被敌军击中 导致飞行性能至关重要的液压组件严重损坏 单靠飞行员的肌肉力量难以控制黑鹰的主旋或尾旋翼 两个液压系统和第三个备用系统为了重举在基比道基尾运行 液压流体流过蹦法管线 提供每平方英寸3050磅的压力 如果其中一个系统出现问题 备份系统代替运行 但是这只是对潜在致命问题的临时修复 它不能保证黑鹰还能在空中盘旋多久 因此它必须快速返回基地 接下来只剩下其中一架黑鹰单独行动 但是战场的火力力极 使得这架黑鹰旋庭在射程外3666米处等待 很多直升机处于高海拔地段旋庭等待不大可能 但是黑鹰却能完美地做到 它安装了两台通用电器的T700涡轮轴引擎 每一台都超过1800马力 在滑游全部泄落后 发动机还能运行半小时 它们旋转四个巨大的叶片 每对叶片顶端的间距达18米 巨大的动力让其很自在地旋庭在空中 接下来它只需要两分钟时间就能来到指定地点 接上重伤的士兵并顺利返回基地 自从有了黑鹰以后 战场存活率上升75% 在朝鲜战场上 直升机后送更是拯救了约4万人 它们不仅作为空中救护车 还能同时用来空运部队 你知道黑鹰直升机是如何诞生的吗 它在实战中又能达到如何惊人的表现呢 1971年的越南战场上 美国陆军通过直升机运送士兵 当时他们依赖的是贝尔UH一型易路魁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修一直升机 这种直升机非常简单 廉价且容易制造 但是这种直升机的缺点也很明显 引擎无法承受热量导致运力下降 因此美国陆军意识到修一直升机 已经无法满足战场的需求 于是1972年1月5日 建造全新一代通用性直升机的方案提出 要求就是具备远程能力 提运重货 能够搭载11名以上装备精良的军人 同时还能用于空中救护 新直升机将来会直接取代陆军库存的 1000多架修一直升机 很快三家著名的航空公司参加竞标 其中包括贝尔、波音和希克斯基 8个月后 美国陆军倾向于波音和希克斯基的设计 最后决定两家公司各生产一架原型机用来竞飞 当时的希克斯基赌上了全部身家 否则就有可能面临破产的边缘 于是希克斯基的策略是组装前 严格测试每个单独部件的性能 直到这些部件达到性能极限 并且对机身几乎每部分进行射击测试 1976年3月 波音完成其原型机 其模块化设计满足了陆军的所有要求 并且有着较小的悬翼 这可能使它更便宜 5个月后在肯塔基的坎贝尔宝禁飞开始 全部都是模拟真实的战况进行 1976年8月19日 在其关键的直升机起飞测试中 希克斯基的原型机 装载14名军人在黑夜中降落演练 结果操作人员误入一片树林导致坠落 但是结果却出乎所有人预料 机上人员无一人受伤 且飞机几乎没有遭到损坏 三天后坠落的直升机飞出树林回到基地 这是一次非常幸运的坠机事件 它演示出一种真正的生存能力 后来的紧急迫降演练中更加证明了这个能力 当时迫降的休伊直升机直接拦腰截断 而希克斯基的这款直升机完好无损 最终美国陆军放弃波音选择了 希克斯基作为此次竞标的赢家 并与其签署了三年8340万美元的生产合同 建造368架直升机 于是黑鹰由此诞生 那么黑鹰能否在实战中有预期的表现呢 1983年10月的加勒比小国格林纳达 为了让部队快速抵达目标区域 美国陆军选择使用强大的空中新秀黑鹰直升机 九架满载的黑鹰寿命升空 其中两架执行高层救援任务 此次任务中黑鹰遭遇敌军火力袭击 当时有人在下面用AT-47直接向黑鹰射击 子弹直接打在黑鹰的外壳上 但是黑鹰的碳化膨装甲座椅保护了飞行员 这种飞机的设计就是能经受小武器射击 黑鹰有两个油箱 即使重弹也不会爆炸或泄漏 它采用的是二战前的技术 橡胶和蜜蜂继层覆盖两个油箱的内壁 子弹穿透时橡胶瞬间缩回到原始位置 把弹孔填充 这项技术不仅运用到黑鹰的油箱上 还有自蜜蜂配件运用在油料管道上 并且这些配件也是世界首创 15分钟后 这些黑鹰顺利地降落在关导号的甲板上 成功地完成了救援任务 事后人们数了一下这架直升机上布满了48个弹孔 这是个难以置信的数字 黑鹰用实际行动证明它是一只打不死的战鸟 它是一款海陆空三军通用的直升机 产量最多 名气最大 至今仍保持着13米高坠落而无伤亡记录 中国曾于1984年耗资近1.5亿美元购买了24架 至今30多年 貌似也没能完全摸透 它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所拥有的高原性能最优秀的直升机 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就动用了它 黑鹰直升机被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争相购买 黑鹰长19.76米 高5.18米 悬翼直径16.36米 最大起飞重量9980千克 最远航程可达2220公里 最大飞行速度为357公里每小时 1991年2月 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 黑鹰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直升机空运行动的主力 超过300架直升机向伊拉克沙漠中的眼镜蛇着陆场进行了突击运输 当时美国攻击直升机阿帕奇遭遇了加油难的问题 因为没有沙漠加油站 于是他们决定建造一个秘密储油基地 被称为眼镜蛇基地 很快他们调用黑鹰直升机进行运游 但是黑鹰能否应付沙漠中大量的沙子呢 通常沙子会吸入涡轮机从而导致动力阻故障 1991年2月24日早上7点30分 60架满载的黑鹰起飞飞往眼镜蛇加油基地 黑鹰飞行员在离地仅3.33米的情况下 用时40分钟飞越145公里的沙漠地带 将500多名士兵和油料设备成功送达 黑鹰直升机可能是美国最复杂的空运直升机之一 单单飞行前检查就超过100个事项 在最艰苦的沙漠战斗环境中 维护这些引擎非常重要 黑鹰安装两台通用电器T700W发动机 单台功率1165千瓦 在滑油全部泄露后 发动机还能运行半个小时 在两台发动机间安装有一台T62T40辅助动力单元 用于启动发动机及作为地链辅助动力 此外它具有后三点式固定起落架 配备了重型减震器可承受粗暴着陆 机身下部还可加装滑翘以便在雪地 沙漠或沼泽起降 同时黑鹰直升机装备的是耐坠毁油箱 并在关键部位加强了结构强度 1993年10月3日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中 遭遇了悲惨的黑鹰坠落事件 对于黑鹰这是一场公关灾难 重建生育的机会在另外一场新冲突里迎来 2007年1月的伊拉克简易爆炸装置 对美国车队造成致命破坏 于是选择乘坐黑鹰直升机成为最佳运输手段 大量的黑鹰直升机每天飞行多达12个小时左右 在整个行动期间 美国黑鹰直升机飞行了数十万小时 它们运输人员或设备 以避免遭受地面爆破装置的威胁 从黑鹰亮相的30多年以来 它的身影几乎出现在每一场战斗中 美军五个军事分支里有四个都装备了不同型号的黑鹰 它们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分别执行任务 在美国 黑鹰继续改进发展 希克斯基已装配黑鹰攻击机 有一些型号能安装伸缩探头 勾到固定翼加油机进行空中加油 这大大的增加特殊行动中直升机的航程 经过多次升级 黑鹰目前是美国最安全的直升机之一 如今工程师们试图研制无人黑鹰直升机 未来自动化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军队期望UH-60黑鹰继续服役数十年 好了这就是美国强大的黑鹰直升机 在遥远北大西洋的空中常年盘旋着一种超级飞机 这是一架终极搜救直升机 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中 人类的生存取决于短短几秒内 这就是希克斯基S92救援直升机 总价超4000万美元 今天我们就从它具有5辆一级方程师赛车动力的喷射引擎 到旋转速度接近升速的急速旋液 一睹这架超级机器有何惊人之处 位于加拿大东部边缘纽芬兰的圣约翰斯 这里有着大片的海上油田 以及坐落着世界上最大的海伯尼亚钻游平台 并且多达300人时刻不停地从事钻游工作 在这个距离海岸接近350公里处 有着全球最极端的天气 并时刻伴有火灾灾难的威胁 钻游平台工人的生命安全 就要仰赖这些西科斯基S92直升飞机 他们被称为美洲师搜救队 冬天快到了 这也是一年中最具挑战性的时期 丹克斯队长必须要确保他的团队和飞机时刻待命 这些搜救队人大多是退役的士兵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 他们将进行三次极端的救援测试考验 并且难度一次比一次大 看看这个团队和搜救机器的极限到底如何 西科斯基S92直升机由近100万个组件组成 有着5000匹马力的喷射引擎 有着高强度的复合奖液 可以轻松地让12吨的飞机升空 有着巨大的防撞机油箱 加满油能飞966公里 一台热感应摄影机能在一片黑暗中侦测到搜救目标 还有一台强力脚盘可以吊起250公斤重物 救援队只需要7分钟就能准备好一切 准备升空接受第一项考验 通常最常见的就是搜救海上钻油工人 如果借过直升机坠毁或供应品沉没就会需要紧急救援 在这种情况下 美洲师搜救队的任务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落水者救起 现在他们要赶到模拟海难发生的现场 有三名生还者被困在救生阀上 此时的预困人员又冷又湿 如果不能及时救起他们有湿温的风险 第一项测试就是S92能多快抵达搜救地点 直升机在起飞时悬液穿越静止的空气 但是当直升机向前飞行时 空气会不均匀地冲向悬液 在直升机的右边 悬液顶着逆风转动 但是在左边又顺着风向转动 这样有可能造成致命的不平衡 如果此时时速达到402公里 冲向右侧悬液顶端的空气会造成震波 这就有可能损坏直升机的悬液 而穿越悬液左边的空气 可能会慢到让悬液无法制造出足够的生力 从而导致直升机轻浮 S92的悬液非常坚固 完全可以承受震波而不会毁坏 并且它可以快速改变悬液的角度 以应付空气动力扰动 让直升机能以274公里的时速安全巡航 当它们接近152米搜救范围后 需要下降高度寻找目标 即使视线几好也很难看到大海里的一艘救生法 因此它们借助飞机用来侦测体温的 远距离红外线摄影机 高精密度的钻石镀膜镜头会聚焦红外线 让它可以在超过800米外的地方侦测到体温 在这台价值20万美元的摄影机上 自动追踪雷射光束 并锁定在热源上 所以它们可以很快发现救援目标 然后放大显示屏幕以评估现场状况 至此任务的第一阶段圆满完成 它们只用了25分钟到达现场 并成功找到搜救目标 当希克斯基S92救援直升机 找到海上搜救目标后 首先需要尽可能靠近救生法 然后将一名搜救队人垂直降落到救生法旁边 并评估确定里面人员的安全状况 同时驾驶员必须确定来自悬夜的锋利 不会吹翻底下的救生法 但是很快意外还是发生了 此时需要将飞机紧急抬升到10米以上 接下来将救生员提前下放 在这架直升机的构架上 绑着一台高科技吊种器 里面安装有小型6马力电动马达 它转动一组齿轮从而加大马达的转力 这些齿轮卷动一具铝制脚盘 这个脚盘可以拉开90米长的钢篮 然后左右滑动就像钓鱼卷线器一样 因此钢篮不会被卡住 一具强力制动器可以让脚盘停止转动 让救援人员可以选择随时停止下放 这个脚盘可轻松吊起250公斤的重量 相当于一次吊起3至4位成年人 同时在直升机的舱门处时刻 有一人负责控制脚盘 此时飞机盘旋在上空15米处 一架12吨重的直升机 能如此精确地移动是一项工程奇迹 早期的直升机有个大问题 他们的旋翼开始转动时 机身会向反方向移动使得无法被控制 于是希克斯基发明了一种小锤直尾旋翼 它的侧向推力会稳定住直升机 让飞行员可以控制左右摇摆 再通过改变主要旋翼的角度来控制产生的推力 使得直升机能往任何方向移动 这些开创性的飞行控制系统 在希克斯基S92中更加先进 它能以更加精准地操控 让救援人员完成任务 当底下的救生员接触到被困人员后 此时会要求放下吊篮实施营救 整个过程只需要5分钟就操作完成 最后才将救援人员拉上飞机 自此海上落水被困人员救援任务成功完成 接下来驾驶人员将飞机切换到 241公里的时速火速前往下一个救援目标 但是悬停过长时间后迅速加速会给飞机带来极大的压力 在悬翼下方安装执行直升机主要功能的传送器 噴射引擎每分钟的转速达到22000转 对于悬翼来说速度太快 因此传送器里的嵌齿会把速度降到每分钟260转 为主悬翼提供动力 此时齿轮会产生极大的热量 因此他们使用一层薄油膜减少摩擦并冷却齿轮 之后热油被收集在一个油箱里 冷却后再回流传送器 因此直升机在空中 时而加速 时而悬停应对自如 第二项救援考验是一次极端起跳练习 这次他们需要一次下放两名救援队员 去往在巨浪中起伏不定的小船上 他考验着飞行员极高的准确度 以及救援人员和脚盘操作员对时机的精准掌控 在纽芬兰即使天气晴朗气温也会非常低 希克斯基S92救援直升机的悬液如果结冰 就会扰乱悬液上的气流 因此在引擎罩外面安装有电感测器 它能侦测到任何微小的冰晶行程 然后快速启动直升机的内建防冻装置 在悬液复合层里有一金属缸 它是用1.6公里长的电线做成的 电线将电流传过金属缸后几秒内就能加热 然后将这股热量传到悬液的表面 因此即使在零下40度的环境下 结冰的现象也几乎可以杜绝 接下来搜救队必须要精准地追到大海上晃动的小船 并将两名队员放下去 这是一场非常危险的演习 狂风和巨浪增加了救援难度 不断地摇摆使得搜救人员很难稳定垂直下降 当风改变方向时 它会推撞尾悬液和尾翅 把直升机弄得摇摆不定 风速改变时又会影响主悬液的生力 导致直升机被推得上下晃动 此外起伏的海浪可能会扰乱保持直升机在空中的气流 为避免受大风影响 副驾驶会切换到直升机的自动驾驶系统 只要S92在风中稍微倾斜一点点 自动驾驶系统就会感测到 并立即微调悬液让直升机回到水平位置 这个系统可以维持直升机的稳定平衡状态 很快两位搜救队员成功上船 接下来模拟两人同时上机 至此任务圆满完成 接下来他们还将进行一场高难度的陆地救援行动 首先由机师对飞机进行一变细致的检查 特别是这个双涡轮轴喷射引擎 在燃烧室里用一个火花点燃喷射机燃油 引燃已设施1000度燃烧的气体喷流 喷流冲过涡轮叶片后 以每分钟最高22000转的速度旋转它们 能够产生5000匹马力驱动旋液 推动这家12吨的直升机 让它最高达到274公里的时速 接下来航空工程师检查测试飞行时 转动旋液的复杂操纵装置 这种检查每天飞行任务结束都会进行 特别是直升机的液压系统 它控制着飞机悬液的角度 悬液部分也是直升机制造过程中最复杂的部件 它们必须要确定每片悬液都几乎一模一样 并且可以完美地契合一头 一切检查完成后迎来第三场救援考验 这次的挑战是在一座农历森林中的医疗紧急事件 一辆汽车坠毁山崖 搜救队必须找到受伤人员并成功实施营救 由于农历的森林让驾驶员无法看到目标 此时就要用到希克斯基S92内部的动能感应器 其中有三具光线陀螺仪 它们可以利用雷射光来侦测目标的一举一动 然后由电脑计算目标 在空间中的去界位置 并将信号传送给液压悬液控制装置 这个装置会自动微调悬一头的动作 进而自动驾驶直升机到达信号传输的目标位置 于是它们迅速找到了受伤的目标假人 接下来就是放下搜救人员 从直升机的一侧锤降非常危险 因为来自悬液的气流会造成时速80公里的狂风 但是在直升机正下方的位置较为平稳 就像是处于暴风眼里相对安全 同时悬液在旋转时会让直升机充满大量静电 这些电可能会在救援人落地时放出 因此在落地的一瞬间需要让缆绳先放下 释放掉所有静电 很快放下吊栏将伤员吊起 紧接着搜救队员上机 至此他们完成了所有的救援考验 好了这就是希克斯基S92救援直升机的工作原理 这里是直升机的建造工厂 正在生产的是空客H145救援直升机 这种高科技救援直升飞机 也是世界上机动性能最强的直升机 它由全球最大的直升机制造厂商空客直升机公司生产 代号为空客H145 长13米 重2.3吨 单台发动机马力825匹 搭载两台由法国塞丰提供的涡轴发动机 最高时速250公里 巡航高度5500米 售价800万欧元 约6000万人民币 目前在全球已销售1500多架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探索这架空客H145救援直升机的生产过程 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多纳维拉塔镇 空客直升机公司就坐落于这里 占地60万平方米 大约有7000名工人 在这里建造着不同类型的直升机 当然空客H145救援直升机 也是在这里生产出来的 首先就是材料切割 工人通过操控高性能切割机 以毫米及精度切割碳纤维和玻璃纤维板 然后利用这些材料制造出碳纤维复合材料 它具有重量轻材质坚硬的特性 是所有飞机建造的首选材料 有200名工人专门负责生产碳纤维复合材料零部件 他们将切割的碳纤维和玻璃纤维一层层粘贴到树枝制成的模具部件上 这样生产出来的H145救援直升机的机身重量才会更轻 接着工人将制造好的直升机侧门 准备放入巨大的高压恒温箱中进行烘烤和施压 因为碳纤维复合材料是由一层玻璃纤维和八层碳纤维组合而成 中间会存在气泡和间隙 在钢制高压恒温箱中产生真空 从而抽出碳纤维复合材料中的空气 在这里共有五台巨型高压恒温箱 直径达5米 长15米 全天24小时运行 每年要生产超过94000种碳纤维复合材料零部件 侧门只是其中之一 经过700%的压力和大约180摄氏度的温度 放置10个小时的侧门 工人只需要一根手指就可以轻轻抬起来 这就是碳复合材料的优势 H145救援直升机绝大部分组件 都是采用碳复合材料制成 一个机舱框架的碳复合材料部件只有11公斤 整个H145救援直升机重量只有2300公斤 这就是它具有高机动性和高难度飞行的主要原因所在 在这个生产工厂里 每年大约要建造90架H145型号的救援直升机 接下来我们来到直升机旋转讲业的生产车间 这里共有50名员工 全都是采用纯手工制造 每年大约要生产400多个奖页 每架直升机需要安装4个奖页 有两台赛峰集团的涡轴发动机驱动 主旋翼的旋转速度高达每分钟380转 同时要承受高达20吨的拉力 奖页长度超过5米 重约40公斤 奖页中第一层是玻璃纤维 然后是树枝机体中的三层碳纤维 奖页根部连接到旋翼的头部 在这里将放置24层单独的碳纤维材料和玻璃纤维 然后在奖页内部填充轻型硬质泡沫 到此转子叶片的一半已经制作完成 然后将两半叶片放入特殊的压力机中 在135摄氏度的温度下压制11个小时 经过超出200%的压力作用下 至此一个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奖页就诞生了 接着把奖页送往质量控制处 工人将仔细检查奖页的质量 首先有两名工人将40公斤重的奖页 抬到一个特殊的测试台上 进行声音检测 监测部门经理说 为了安全起见 他前后花了三年时间 才能够辨别出声音的细微差别 经过这道声音检测环节后 奖页将被送到CT扫描检测站 他主要检测玻璃纤维和碳纤维是否出现断层 首先CT会拍摄大量的X射线图 分成25毫米间距的400个单独的图像 检查奖页材料的缺陷 只有经过CT检查后 才可以安装到直升机上使用 在工厂的另一边 这里是直升机转子轮毂的生产车间 在这里所有的转子轮毂 都是使用高科技洗床机 对锻造的钛P料进行深加工 精度必须控制在千分之一每毫米的范围内 并且要保证轮毂绝对呈现原型 经过10天的加工 成型的轮毂重量只有15公斤 价值却超过25万人民币 回到装配线上 组装工人将机舱框架的其他零件 用锚钉连接起来 然后安装防火保护材料挡板 这个也是由Ti材料制成的 每架直升机将安装两个发动机引擎 当发动机工作时 将产生高达200度的温度 这对于Ti材料的挡板来说不是问题 因为Ti可以承受高达1600度的温度 现在正在安装整架直升机的电缆 它的长度超过20公里 需要50名工人耗时18天才可以安装完成 负责这项工作的每一名工人 都必须保持头脑清晰 因为大量的电缆连接必须保证正确 任何一个错误的连接 都可能使直升机出现严重的事故 经过电缆连接的设备 最终都会汇聚到直升机控制台上 接着安装救援直升机的涡轴发动机 它由法国塞丰集团制造 重130公斤 马力高达825匹 每架直升机要安装两台发动机 如果其中一台出现故障 另一台还可以继续运行 现在工人使用特殊的起重机 将其吊起来 安装到直升机的机身上 然后将电缆与发动机连接起来 两台发动机安装完成后 直升机马力将达到1655匹 接着将发动机驱动轴 连接到转子轮毂上 最后使用复合材料制成的密封盖子密封柱发动机 它可以承受上千度的高温 然后一名工人再将尾梁用螺霜固定 尾旋翼的直径为1.2米 最后工人再将直升机内部的箱板安装到机身中 它可以挡住所有外路的电缆和零件 到此一架全新的H145直升机就诞生了 现在将迎来它的首次飞行测试 经过测试的飞机将来到另外一个工厂 安装救援直升机的救援设备和医疗设备 此时安装工程师将再次取下箱板 露出所有设备接口 以便安装救援和医疗设备 首先更换新的模拟设备和数字无线电通信设备 以及更新雷达和软件程序 接着安装座椅 每张座椅的售价在5到8万元人民币 而单价的价格更是高达30万人民币 然后在机舱中间安装医疗推车设备 它可以存放药物和医疗器械等 紧接着在机身两边墙壁上安装氧气供应设备 经过50天的安装 H145救援直升机内的整套医疗设备和救援设备 才能安装完成 光整套直升机救援设备的价值 就高达400万元人民币左右 到此一架救援直升机才算真正的诞生 并可以交付给客户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美国军方最大的运输飞机银河C5运输机 它的长度将近一个美式足球场 超过六层楼高 庞大的身躯肉眼看上去比一座仓库还要大 不过它能载着巨物毫不费力地飞上蓝天 它是美国军方压箱底的王牌 并快速将大型货物运往世界的另一边 今天就走进这架巨大飞机的内部 看看它将如何搭载50吨重的物资装备飞往伊拉克 这趟送货之旅也将测试这架飞机的力量和耐力 看看它又是如何揭开空运全球最重载货量的秘密 位于德拉瓦州的多佛空军基地 每年都有超过9万吨的货物经由多佛运往美军的驻外基地 那么如何迅速地将货物送给部队 答案就是空运 但不是随便一架飞机都能做到 多佛驻有一个超级运输机队 这就是巨大的银河式C5运输机 C5运输机一出 商用货机箱形之下自残行贿 这是一辆汉马吉普车 这是一架喷气式飞机 最后这架就是C5运输机 机身长度超过70米 超过莱特兄弟首次飞行的总距离 飞机高度超过六层楼 载货量为标准喷气式飞机的四倍 多佛共有32架C5运输机 今天有架C5运输机接获重要任务 那就是将50吨的装备空运至伊拉克 并搭载新货物返航 飞行距离将超过2.1万公里 历时超过29小时 这批货物很紧急 至身伊拉克的美国部队 需在运输车辆上加装这个重要装甲 这个防护钢板对军人的安全置为重要 这架巨无霸的容量还远不止于此 它能轻松载运两排士兵 外加他们所有的装备 C5运输机可以运送部队一切所需 从卡车到坦克 再到直升机 这种重量级运输机 就是为了肩负最艰难的使命 它拥有超凡的续航力 在空中加油机的协助下 C5运输机无需落地加油 就能一路直飞伊拉克 这可是超过1万公里的距离 而这架运输机惊人的上货方式也非常独特 C5运输机的巨型机身只需要几分钟 就能从一架飞机变身 未能驱车直入的仓库 机鼻和机尾向上翘起 机身下沉至离地一米之内降下斜坡 然后车辆直接开上飞机 但是C5运输机的载货空间 才是让它机身空中冠军行列 容量超过1000立方米 整个空间区分为两层楼 后方的顶层甲板可供73名士兵乘坐 机鼻设有宽敞空间供机组人员使用 包括厨房 上下铺寝室以及驾驶舱 底层楼面量身设计用于载货 14部军用汉马车 7架修一直升机或两部艾布拉姆斯坦克 都能轻松置入 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空运的战略力量 飞机将部队和补给运送至前线 创造决定性的优势 飞机越大载货量越多 美国决心制造最大的运输机支援 频繁的空运任务 在20世纪60年代 他们开始设计全世界最大胆的飞机 将能运送数十人的军队 数以蹲计的货物 还要能够在空中加油 但许多人怀疑这根本飞不起来 工程师自知要克服两大挑战 才能让如此大的飞机成功起飞 一是创造足够的推进动力 好让飞机升空 二是设计出强度足够的机身 以支撑这破纪录的再重量 经过多年发展下来引擎是有了 但机身是一大难题 早期飞行显露出机翼的负担 长途飞行后会出现大裂痕 后来安装经过强化的新机翼 缓减了这个问题 但这种巨无霸运输机 要如何应付敌人的攻击 C-5运输机是美国空军 现役最大的战略运输机 它在全球范围内 运载超大规模规格的货物 早在1970年代就得到了实战验证 当时C-5运输机在越南展开处女航 成功地在敌人战线的后方空头士兵 吉普车和坦克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 C-5运输机巨大的载货量一战出名 机队只花了三周 便将超过100万公斤的装备运至前线 C-5自此也刷新了军队空运的容量 接下来迎合是C-5运输机 执行前往伊拉克的任务 它必须装载足足54吨货物 这等于10个拖车的重量 如果动用C-17军用运输机 需花两趟才能运载完成 C-5运输机平均每飞一小时 就需16小时的保养维修 保养工作就在爱索停机坪开始 保修组员看似蚂蚁大军 在巨大的飞机旁边忙碌 在这里C-5的大小系统和零件都需测试 但在C-5运输机所有的零件当中 要属纳巨大的引擎最受关注 这是一台TF-39涡扇引擎 影响飞机起飞的原因有四种 分别是推力、风阻、提升力和重力 推力是引擎带出的前进力道 风阻是飞机通过空气时持续的反作用力 向下的重力等于C-5运输机的总重 可达近50万公斤 向上的提升力来自于机翼穿越空气 空气经过机翼上部的弯曲表面速度就会增加 这能减低机翼上方的压力 机翼下方压力大 上方压力小 飞机就会升高 当提升力等于重力之时就会开始升空 C-5运输机比起其他飞机挑战 在于重量更重 风阻更大 解决之道就是30米长的机翼 它的表面空间更大以增加提升力 加上力道超强的引擎将这巨型运输机发射升空 每具引擎的长度将近9米 直径2米 比一部霍卡还要大 正面的开口称为进气口 窄腰身是空压机所在 之后就是涡轮 尾端是排气系统 它通过简单的四个步骤将空气转换为推进力 首先将空气吸入进气口吞进大量的空气 接着是挤压 空压机将空气打入爆燃室 压缩空气进入涡轮展开爆炸 这时空气和燃料混合点燃后 就能产生超过1.9万公斤的推力 最后是排气 排气围管将气体排出 将飞机向前推进 C5运输机的四具引擎 同时运作时会形成强大的推力 能让这架运输机带着近50万公斤的重量起飞 这形同提升五艘太空飞船的力道 并保持离地状态 机师详细检视这个巨大的引擎 寻找可能出错的任何迹象 他们用内视镜的显微摄影机来探测涡轮内部 若未发现任何异状 机师就会把引擎完全拆胎详细检查过所有零件后 再加以重新组装 这个过程足以耗时数月 安装这个巨大的引擎也非常耗时 六人小组将之推至定位 此刻千万不能失手 光是涡扇就重达3500公斤 如果发生碰撞 不但引擎会坏 它撞到的东西货人也会遭殃 工人使劲吊起引擎进行安装 接下来团队开始组装液压机件 燃料和电子仪器 安装完成后 它才能正式起飞进行运输任务 作为全球军事运输机的霸主C5运输机 它的最大载重量达到130吨 最大起飞重量达418吨 它是名副其实飞了半个世纪的空中巨无霸 在德拉瓦的多佛空军基地里 战斗训练是例行公事 在任何环境下组员都要保护C5运输机 到伊拉克后C5运输机在跑道上最易遭受袭击 因此它们的做好万全准备并快速上货 但它们摆放货物的位置 还得让C5运输机保持完美平衡 如果机身有一段过重 起飞时就可能因倾斜而坠机 把飞机看作是巨大的敲敲板 机翼在接近中央的位置 货舱就是那片板子 如同敲敲板的原理 货舱尾端比较轻的东西 和置于接近中央而较重的东西 两者能够取得平衡 完美的平衡称之为例句 兼顾耐用的C5运输机货舱 分成两条平行甲板 各自拥有18个楼地板面积 称为助站 货物上机前通常会先置于 和助站同样大小的集装箱之上 C5运输机的甲板设计很巧妙 翻过来就是滚轮 工人只需要顺着钩槽 把集装架推至指定的助站 只要组员遵照上货程序 美军兵工厂中的任何装备 通通都能装上C5运输机 同时唯有世界第一流的驾驶 才能把飞机开上天 而就连驾驶员也得实时练习 大多数飞行员的练习 都在飞行模拟器中进行 模拟舱内部的每根摇杆 按钮和开关都和C5运输机上一模一样 这台模拟器造价3000万美元 而一架C5运输机价值上亿美元 练习能让飞行更安全 飞行模拟器堪称是无价之宝 但有些任务只能通过实际训练 在飞行员演练的操作之中难度 和危险性最高的救赎空中加油 这是前往伊拉克的任务途中 最困难的一部分 甚至比在战区降落还要危险 C5运输机进行空中加油的期间 虽不曾有过失事的记录 但是对撞的风险相当大 这架六层楼高长75米的飞机 为了进行空中加油 即将飞往距离空中加油机 4米之内的位置 同时以700公里的时速行进 空中加油机将会伸出油管 TC5运输机加油 油管操作员坐在空中加油机机腹的视窗中 等待着释放油管的关键时候 C5运输机必须飞得够近又不能太近 飞机在飞行时期流会顺着机身被排出 造成所谓的风切效应 但在美国空军的飞机中 就属C5运输机的风切最大 如同看不见的浪潮指导空中加油机 当两架飞机相距两个车身长的时候 操作员便伸出油管 加油口位于C5运输机驾驶舱上方 这一危险过程持续指导成功加油 这次的空中加油总算成功 但在飞往伊拉克的过程中 任务将更加困难 这两架飞机将在大西洋上猛烈的气流中汇合 空中加油将在暗夜中进行 接下来高恩负责驾驶这架超大飞机 自美国飞往伊拉克 但C5运输机将先飞往 南卡罗兰纳州的查理斯敦取货 离开多佛后 约一小时C5运输机接近目的地 南卡罗兰纳州的查理斯敦应路眼帘 C5运输机在战区降落时贵了安全因素 常无法借助无线电通讯 所以可以自行追踪方向 这架220吨重的飞机落地时需要大量的缓冲 为了吸收这一剧烈的撞击力 C5运输机共有28个巨型轮胎 全数都超过一米高 宽达半米 轮胎只能承受区区几次降落 便因磨损而需更换 等到成功降落后 空军载货小组集合迎接搬运50吨重货物的大工程 C5运输机今天将搭载17套附加装甲 工作人员将这些物资运上飞机 现在这架C5运输机只需抵达伊拉克 但首先要通过起飞这一关 机长需考量到机身重量以及跑道的长度 C5运输机需要达到时速225公里 才能安全地离地升空 驾驶员在原地拉高引擎的转速 在美军涡扇到达最大推力前先踩住刹车 然后在峰值处理下放下刹车 此时驾驶C5运输机全油门冲刺 引擎输出7.6万公斤的最大推力 飞机终于升空 飞往大西洋约一小时后 驾驶员看到了空中加油机 在C5运输机驾驶舱中 飞行工程师准备进行空中加油的吃力工作 燃料如同货物 需根据重量导入12个油箱 如果飞行工程师未能实时重新平衡油箱 C5运输机就有可能偏斜并撞击到空中加油机 飞行员承受着巨大压力 空中加油机上有三个指示灯 为后面的C5运输机引导正确的飞行姿态 巨型飞机在猛烈的气流中摇晃 一片漆黑中C5运输机上方的油管操作员 抓住了大好机会 他将油管伸长 此时这两架飞机在空中共舞度过了紧张的时刻 双方在C5运输机加油期间的相对位置需要固定15分钟 飞行工程师同时分流大量燃料进入机内 进油速率为每分钟3300公斤 C5运输机终于加满了油 但是前方依然是漫漫长夜 C5运输机一小时内将抵达伊拉克巴拉德 这是美国在伊拉克主要的空军基地 C5运输机即将进入地对空导弹的射程 从此刻开始组员仰仗机上的惯性导航系统 它们尽可能避免无线电通讯以降低被攻击的风险 C5运输机上配有防御系统 但这属于机密 要想安全无视大半得依赖闪躲飞行技术 C5运输机的敏捷性不如战区中大半的飞机 但它也有若干特殊功能 C5运输机会高速抖降着陆 并迅速离开空中摆脱导弹攻击 这种降落就算完全着陆 飞行员也将很费力才能停住这架27万公斤的重量 在地面进行装卸货物时 C5运输机形同巨大的火把 如此大的飞机唯一的卸货地点就是在跑道上 这个造价1.5亿美元的飞机如同敌人眼中的大油草 因此组员要在两小时内卸下装甲并装载未知的货物 巨型载货卡车停靠过来足以容纳6个集装甲 最大总重为27吨 为加速卸货程序 专用卡车相互连接 集装甲得以卸成一长条直线 随后搬运卡车快速驶离 但组员此时面对着全新挑战 那就是等着装载未知的货物 接下来要装载的是损坏的F16引擎 一个又大又笨重的零件 长度4.5米 直径约1米 大小和一艘小船差不多 在保护外罩下便是F16厉害的关键所在 运输这类超大型的物件正是打造C5运输机的用意所在 但装载这个巨大引擎却并不容易 他们将F16引擎置于滚轮平台之上 必须拖运至机身前部 阻人费力地将F16零件从斜坡推送进货舱 这台引擎重量仅1800公斤 对C5运输机而言这只是小儿科 为保持C5运输机悄悄板的平衡 这具引擎将置于货舱前端 同时有一排官兵在飞机外集合 他们离开伊拉克的时间已到 赶搭C5运输机的便机部队登上飞机的楼梯 人员也终于全数进入 降落后才短短两小时 机上已完成装载72名官兵和巨大的飞机引擎 接下来四具强力引擎发出嘶吼 C5运输机以7.6万公斤的推力向前冲刺 起飞成功 C5运输机将连夜前往多佛空军基地 好了这就是强大的C5运输机的工作日常 它曾是美国海军最先进的飞机 也是美国海军现役的主打飞机 其高速、灵活和轻型攻击机于一身 FA-18就是一具死亡戾气 无论是训练基地还是在航母的甲板上 FA-18都居于舞台的中央 它是世界精英级战斗机的代表 以及航母舰载机的主流 在不安定的地域每天都有FA-18编队在天上巡逻 它的作用就是攻击目标支援地面部队 同时搜索敌方战斗机 这些战机从几千尺的高空投弹 而且它们可以到达世界任何地方 因为它们用的不是常规的机场 对FA-18来说 加是一个在海上乘风破浪的浮动跑道 这是美国12艘核动力航母中的一艘 它是一个具备一切功能的海上移动机场 一个航母空中编制不仅只有战斗机 一共80多架飞机都有着自己的任务 其中包括空中加油和反潜机 侦察机、海鹰直升机运送人员和物资等等 所有这些飞机加上航母自身 都只为了一个目标向前推进 其中担任最主要攻击任务的就是FA-18 这只大黄蜂是一个价值3800万美金的高科技怪兽 它也是航母上最小的飞机 只有17米长、4.57米高、12米翼展 细长的机舱竟显它简洁的设计风格 配备并联的双发动机 重达9.5吨 这个重量只有其他战机的一半 机身由先进的铝碳合金等制程 在美国海军里只有刚刚超过1000人有资格飞行FA-18 要想成为大黄蜂的飞行员 需要在距离前线几千里远的后方进行严格的训练 在加州中部一个安静的盟区 维莫尔海军机场是海军最新最大的战斗飞行员训练中心 周围的平地一眼无边 飞行员在这里经过基本训练学习如何飞行FA-18 最新的课程包括300小时书面和至少300小时的模拟飞行 在此之前他们连走进大黄蜂机舱的资格都没有 为了让一般飞行员成为精英的FA-18飞行员 训练者对他们的训练比其他编队要严格的多 一年1800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超过很多人的想象 这里大约有100人的各种类型飞行员同时接受训练 其他飞行员一年中只有1200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对比之下 赛艺飞行员一年只要飞行大约5000个小时 自从1980年第一架FA-18装备后 文莫尔这个训练基地被称为黄蜂之家 这里几乎是365天都笼罩着FA-18喷气发动机的吼叫 FA-18比以往的战斗机要复杂得多 在1960和1970年间 美国海军在航母上主要起飞两种飞机 F-4是一个非凡的高速有力的战斗机 它为空队空作战而设计 时速可达2414公里每小时 携带一组死亡武器 另外还有A-7这样一种稍慢的攻击机 可一次投掷共计6.8吨的炸弹 这两种飞机一起参加了成百上千场战斗 足迹遍布全世界的每个角落 到了1980年中期F-4和A-7已经老到几乎无法使用 于是美国海军需要一种全新的战机有能力参加现代战争 他们设想以FA-18同时取代F-4和A-7 即战斗和攻击于一身 从而节省航母上紧张的空间 FA-18是第一种以FA命名的空地两弄机 意思就是即战斗机和攻击机于一身 这是世界上最灵活的战斗机 它的最高时速可达1.8马赫 飞行高度可达13000米 机翼边缘和尾翼稳定气流 而可在大范围内转动的水平翼和尾翼稳给予大黄蜂灵活的性能 从1986年开始大黄蜂就被选为蓝天飞行表演的飞机 FA-18的速度和操纵性使得它们可以玩更多的新花样 FA-18可以做到急转弯和快速旋转 过去的F-4可挂装成战斗机或是攻击机出去作战 而FA-18可同时执行这两种任务 它的好处就是可以携带很多种武器 分别是一间两个 一下四个 进气到侧臂两个 击负中线一个 该机保留了YF-17的一间响尾蛇空空导弹挂架和机头机炮 FA-18战斗攻击机外部能携带13700磅弹药 两个一间挂架可挂两枚N9L空空导弹 两个外衣挂架可带空对地或空对空武器 包括N7麻雀空空导弹 N9空空导弹 N120空空导弹 AGM-84反舰导弹 AGM-65空地导弹和AGM-88A导弹 两个内衣挂架可带负油箱或空对地武器 位于发动机短舱下的两个挂架可带麻雀导弹 或马丁玛利埃塔公司的ANAS-Q173激光跟踪器 攻击效果照相机和ANAS-38前视红外探测系统吊舱等 FA-18在头部安装有一门M6120毫米六管机炮 机炮口就在机笔雷达上方 机炮射击时的震动并不会损坏雷达 一间射击时 封挡前的机炮口火光也不会伤害飞行员的眼睛 飞行员可选择4000或6000发每分钟的发射速率 FA-18的多用途性能最终使它成为航母上的主战机型 在航母的甲板上 FA-18持续地经受由粗暴降落而导致的压力 它的起落架非常粗壮 让它可承受大约250米每分钟的下降速度 在航母上降落一架FA-18 就好比让一辆240公里每小时行驶的重卡 在三秒内完全停下 大黄蜂搭载的是两台通用电器的F404引擎 每台引擎能动发出18000磅推力 将水星探测器发射升空的火箭的推力 也只是它的4倍而已 这种双发设计是为了保险起见 当一个引擎损坏 另一个还能继续维持飞行 大黄蜂高速转弯时可造成7.5G的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 飞行员的身体要承受1500磅的向下压力 因此飞行员要接受离心机训练 以更好的适应FA-18上的强距压力 同时他们穿上一种特制的巨幅 巨幅的用处是当你处于高巨状态时 巨幅给肌肉一定的压力 从而使一部分血液回流 阻止出现昏迷 离心机训练的过程中 一开始大约在5到6具之间 此时你可真正感觉到脚 腿和胸口上的压力 同时还要让飞机保持在规定的航线 为了维持灵活的操纵性能 FA-18装备了计算机控制的fly-by-wire系统 接收飞行员摇杆的指令后 由几台电脑同时处理 以决定哪些表面做动作 如果两台以上的主控电脑失灵 飞行员可以手动收回一些最重要的控制 如果飞行员发生了事故无法行动 计算机就全权掌握飞行 自动稳定飞行姿态 这种先进的飞行控制系统是 FA-18与其他过去的和现在的舰载机之间 最重要的区别 FA-18大黄蜂是一款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 主要的特点是可靠性和维护性好 生存能力强 大洋角飞行性能好 以及武器投射精度高 它取代了号称航母甲板之王达30多年的F-14 FA-18比F-14少50%左右的零部件 部件少意味着保养容易 航母甲板下层是修理舱 出现问题的飞机都被拖到这里 技术员确保以最快的速度送它们重新上天 这里大约有40名工作人员可以维修航空发动机 通常FA-18不飞和不修的时候 要不存在机库里或是并排放在甲板上 航母甲板上80架以上的飞机同时起飞降落 其繁忙程度难以想象 飞行员跟从甲板工作人员的指示去移动飞机 这种地方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场所 FA-18飞行员必须随时注意跟他们的地面领航员同步 用一种特立的手势信号互相交流 为了节省甲板空间 即使是直升机的螺旋桨也可向后折底 但FA-18只能将一间向上折底 地面领航员将飞机指挥移置定位 随后另一组人马上把飞机锁定 停机的地方也是由专人安排 这些人身穿黄色衣服 被称为Handler FA-18在降落后就马上由Handler接手控制 Handler用一种复杂的铁片 螺丝等组成的系统随时更新每架飞机的状态 另外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监视飞机的油量 FA-18的油箱必须加满后才能下令起飞 加油和回收油是一项特别的任务 有一组经过特训的紫衣人员操作 超级大黄蜂有一个缺点就是油箱太小 只有1600加轮 为了增加航程 它可以加挂三个副油箱 这些副油箱影响飞机的灵活性 但是可以随时抛掉 加上机内油箱FA-18一共可加大约2500加轮JP5燃油 在通常的巡航中一小时45分钟内就能用掉所有燃油 FA-18的加力燃烧喷出的尾流非常热 以至于甲板上的隔离板要用加强水泥制造 为了让饥渴的FA-18有足够的油喝 航母必须携带大量的JP5燃油 如此多的燃油 以至于它们也被用来保持舰体平衡 在六个月的时间里 一艘航母上的飞机可用掉1200万加轮JP5 为了维持飞行 航母每隔7到10天就需要油轮补油 加满油的FA-18中队 一天可飞行近百个任务 近距离作战是现代战争中不可缺少的任务 这也是飞行员必须掌握的课程 首先他们穿上战服 起飞前飞行员亲自检查飞机确保一切正常 当所有的舵 水平翼和垂直翼都检查完成 飞机开始滑行 挑战的一方需咬住对方的尾巴 然后锁定目标 防护方需承受高强的距离高速回转 以甩掉对方 FA-18装备的最强空对空武器 是M-ROM高级中程空对空导弹 M-ROM可以远在试程之外发射 不论任何天气 白天或黑夜 它的低燃火箭发动机可以避免被敌人发现 ROM自备主动雷达跟踪器 跟M-ROM一样可怕的是 A-19响尾蛇短程空对空导弹 它的跟踪装置是180度前望式红外探头 用来发现和追击目标 它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可以使它转向 飞行员甚至可在FA-18上遥控 使这一整套武器系统更致命的是 FA-18驾驶舱内的显示装置 它可使飞行员不用低头 并且手不离操纵杆的情况下 就能完成多种操作 有了先进的驾驶舱设计和Five-by-wire飞行控制 FA-18飞行员比其他机型的飞行员更自由灵活 这种飞机上天以后 你会觉得你自己也成为飞机的一部分 海军飞行任务中最困难的部分 就是在航母的甲板上降落舰载机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大黄蜂飞行员 首先必须完成模拟器的练习 完成模拟器降落之后 学员们开始在实验场地练习 这里模拟的航母甲板降落信号区 具备绳索、距离标志以及航母上同样的信号灯系统 这套光学降落系统给飞行员提供可视的高度、坡度等重要信息 这个模拟跑道有4500米长 让飞行员有足够的降落空间 但是在尼米兹级航母上只有短短的166米 为了让飞机停下来 他们必须勾住四根栏组索中的一条 相当于把飞机降落在13米的盒子里 如果没有这样的捕捉装置飞机将会直冲入海 在15秒内降落266米 飞行员必须保持飞机头部向上 并保持正确的姿态和下降角度 最小降落速度为150级 FA18的飞行员可以说是在瞄准绳子而不是降落飞机 碰到甲板后飞行员需立即加大马力 假如万一没勾到拦搜索 就会再次飞上天绕上一圈回来再次一次 在白天飞行员至少还能看见甲板 但是晚上航母只开有限的几盏灯 以避免成为敌人的明显目标 液态蒸汽棒发出细小的光芒 剩下的甲板尽量保持黑暗 从远处看航母就像一个针孔大小的光点 飞行员一般降落甲板完全平的是一种直觉惊艳 无论白天黑夜 FA18和其他飞机都被控制中心监视着 在舰桥最上方是空中老板 管理着飞机的起飞和降落 所有FA18的信息 包括起飞和降落都经过空中老板处理 空中老板和小老板都是飞行员 这样他们更了解整个系统 即使是船长 他也是飞行员出身 使得航母成为至高无上的浮动空中基地 航母一共有40多个武器库 船员在准备FA18的挂弹 大黄蜂可以选择两种不同类型的炸弹和导弹 炸弹组装好由电梯送上甲板 武器小组开始接手 接下来他们需要纯人工将弹药挂上飞机 如今的炸弹多加了一层隔离层 可以在短时间内忍受很高的温度和明火 炸弹只在飞机起飞以后才会进入战斗状态 飞行员在FA18的驾驶舱内拨动开关来激活炸弹 为了精确地支援地面 大黄蜂还另加了激光和GPS制导武器 一种个头很大的精确制导炸弹挂在FA18机翼下部中央 发射后它会打开两个小翅膀 使得导弹可以滑行至目标 由离地只有几英尺的超低空接近目标 然后释放威力巨大的一组子炸弹 以次性摧毁多个目标 FA18空对地训练中最有意思的课程是实弹演习 飞行员们在遥远的测试区测试它的真实能力 定点锁定目标然后投下实弹 使得FA18空对地武器有如此巨大威力的是 最新设计的一些瞄准跟踪系统 FA18还使用装载机首非常高级的雷达系统跟踪目标 这些独特的系统使得飞行员只按一个按钮 就可以由空对空模式转为空对地 FA18在现代电子战中距于最前线 它能显示卫星数据、雷达、地图和武器信息 同时可被航母上的协同作战人员看到 在前线飞行的FA18是整套作战系统的眼睛和耳朵 超级大黄蜂是在大黄蜂原型的基础上设计的 它比A到D的型号长了三英尺 它的构架不同点包括钻石型进气口和犬牙状机翼 并且比大黄蜂自带多35%的燃油 同时它加长了的机翼多了两个武器位和附油箱 这就是更大、能力更强、有更多改进空间的超级大黄蜂 今后它一定会比早期大黄蜂更令人瞩目 好了这就是航母甲板的主流战机大黄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欢迎订阅关注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